小胖哥和阿賢騎著帥氣的公路車 而我騎著U-Bike 我們由新北投開始往淡水、北海岸前進 其實性能差一大截的車 路途中他們也是時不時留意我的狀況 並客氣的說我這樣已經很強了 很久沒騎車的我是能搶到哪裡去呢? 憑藉的只是希望能如期復約 能完成這趟旅程的決心 小胖哥好 我終於看到你了 你好你好你好 我終於看到你的正面了 好,這個應該可以 為什麼會有這趟行程 這要回到2021年1月底 我看到小胖哥上傳了一支騎單車的影片 一方面是覺得小胖哥從購車到騎著新買的腳踏車上路後 享受那種用自身力量一踩一踏推進自己的成就感 兩個機車YouTuber不騎機車而騎腳踏車 會不會有人想看?我不確定 但一定很特別 和特別的人做特別的約定好像會很有趣 所以我就寫了一封信給小胖哥 小胖哥也很爽快地答應了我的邀約 小胖哥說要為了這天的約會已經練了兩個月 我在那之後只騎了一趟淡水和風貴嘴而已 也許是老天懲罰我不認真練車 在約定的當天早上跟我開了個玩笑 幾天前才剛保養完的公路車 搭氣筒打了又打 前輪是怎麼衝都衝不進去 聽到不斷從內胎中洩出的空氣聲 原本滿懷期待的心 涼了 如果這時候傳訊息給小胖哥 說不好意思我的車壞了 聽起來實在是很像臨時不想去編出來的藉口 如果就這樣爽約 對於一早就起來準備的小胖哥和阿賢 好像怎麼說都說不過去 於是我就穿著腳踏車衣 騎機車先前往我們約定的新北頭站 就算騎U-bike 也要好好把這趟行程給騎完 好像什麼平駕奢華的對決 哈哈哈哈 這份雄心壯志 在不久之後 就讓我開始自我懷疑 來到淡水的必經之路 以前騎機車經過這裡 總是腦袋空空 轉眼就通過 這次騎著U-bike 扎扎實實的感受每一寸行徑的路面 由於車重和變速系統的關係 原本騎著自己的公路車 可以很輕易爬上去的坡 就要費很大的力 看著小胖哥和阿賢 輕鬆協議的踩著踏板 看著手邊的三段變速 已經推到最低檔 踏板卻還是沉重無比 OK嗎? 還行 還行 上坡這個比較難 比較費力一點 由台二線繞過淡水鬧區 來到一段與輕軌共行的長上坡 又到了我的煎熬時刻 費力十足的踩踏 漢豬開始低下 龍頭歪歪扭扭 看著說不上熟悉 但也不到陌生的街景 用U-bike通行 真的可以看見不一樣的風景 在此推薦大家 不要嘗試 不簡單 還好嗎? 還行 不休息一下 不休息一下 休息長點好了 那還可以10秒鐘嗎? 我滿慘的 哈哈哈哈 在第一次休息過後 繼續踏上路程 小胖哥和阿賢雖然騎著公路車 卻很照顧騎U-bike的我 車種性能先天上的差異 難以避免會拉開距離 但他們也不會出太多力 把我甩在非常後面 因為車子的性能太好 這種程度的騎乘 可能連運動效果都很低 這也是我有點不好意思的地方 讓他們沒辦法展開伸手騎車 -還OK嗎? -OKOK 而於我個人 雖然在速度及距離上 不是原定計畫的那麼理想 但以運動來說 這會是個成功的一天 我平常不知道 原來這一條這麼多上上下下的 你沒踢過那一輛嗎? 沒有 有騎過機車 但機車管它上坡下坡 所以你第一次騎這邊就是走U-bike 對 騎摩車感覺好嗎? 沒感覺啊 就過去了 管它了 你覺得騎摩車最有趣的地方在這裡 那個坡有沒有 騎摩車的時候 你說那個風景好不好 你覺得一轉眼而已 那夾車不一樣 看到眼前那個坡 就算只有那邊一點點 哈哈哈哈 就開始挨了 感受台灣這片土地的方式 要用痛苦嗎? 這真的是比較深 當奮力在踩踏時 盼著開車騎車的人們呼嘯而過 很奇妙的是 我不會羨慕他們的輕鬆 反而為自己能有這樣獨特的體驗 特別的回憶而感到開心 當然如果現在 再叫我騎一次U-bike長途 我不要 在小胖哥的帶領下 來到我不曾來過的伊迪莎咖啡 享受辛勞後的冰涼甘甜 也聊了很多關於機車 關於創作的事 平常跟朋友聊天 聊到影片 只能聊一些淺層的話題 但同為創作者 就是能指指問題的核心 這樣的交流其實相當可貴 也非常酣暢 也難怪古人會說 久逢知己千杯少 哇 你這樣卡鞋不好走對不對 因為那個卡鞋 喂,觀眾 這間已經是他才行 咖啡店 來到咖啡店外的海岸 我和小胖哥各自拿著相機 取材我們想要的畫面 看著浪花打上岸 再吞回海中 同一時刻的同一篇汪洋 可以補出兩支風格不同 受眾多少有益的影片 但認真對待自己作品的心 我想是一樣的 你摔上來了 太厲害了 紅燈啊 是不是太習慣了 我覺得回去比較輕鬆 下坡比較多吧 對 是吧 來還是很累 其實性能差一大截的車 更別提小胖哥和阿賢已經練了好一陣子 路途中 他們也是時不時留意我的狀況 並客氣的說我這樣已經很強了 很久沒騎車的我 是能搶到哪裡去呢? 迎接的只是希望能如期復約 能完成這趟旅程的決心 但在小胖哥和阿賢與我互動的過程中 很讓我感受到 我不是孤單的那一個 只能說 強人世界的禮貌 就是這樣體貼 不找痕跡 像騎下來的感想 我覺得運動啦 真的是運動 人活著就要多動 我以為你會說 還好我還活著 我們今天證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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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騎U-bike可以騎很遠 可以啊 而且可以騎得很爽 沒有啊 沒有爽 我剛剛 我今天應該沒有講任何一個爽字吧 是不是有什麼誤會 下次要不要再騎U-bike 不要不要不要 今天的結論就是 Popeo贏了 Popeo當然贏啊 今天我們這個 停駕跟奢華的對決 Popeo獲勝 恭喜恭喜 我覺得 下次可能不會這樣約的 至少U-bike不會 有機會的話 騎騎車一起去旅行吧 下次見啦 掰掰 下次見啦